今集我會介紹潮州一間非常遷就 徒步可以走到古城的住宿 你逛街逛到累,中途就可以隨時回酒店休息 片尾還會說一下如何訂大陸酒店 有什麼要注意的事項,避免中招 記得看到最尾,不要漏了 要去潮州,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坐高鐵 你可以在西九龍或深圳北坐去 都是一個車直達,不需要中途轉車 如果你在西九龍坐車去的話,車程大概是兩個半小時 記得買票是要買到潮汕站 出了高鐵站,跟著這些指示行 打車的可以去網約車乘車點 如果不懂打車,要付現金的可以去坐的士 或者坐巴士都可以 這次我是用地圖APP打車的 去我住宿的酒店 大約是20公里遠,40分鐘車程 車費就是40至50多元 如果你不打車,又不坐的士 可以選擇坐公車 因為高鐵站一出來就有個公車站 你可以坐K2或者潮州古城旅遊專線 大概去半小時一班車 今次我住這個酒店,坐K2最方便 因為就是在酒店附近可以下車 不過留意,它是一輛巴士 所以車程比較長,66分鐘,29個站 不過車費便宜,大約是9元 如果你坐潮州古城專線就快點 車程大約是40分鐘 15元 如果你想直接去排荒街的話 坐這輛就對了,因為它停在南橋市場那邊 去我住宿的酒店就不太對 當日我們選擇打車 車費是47元 坐了40分鐘左右 如果你坐即使的話是會貴一點 大約70元左右 我們今天住這間就是吉子酒店 吉子酒店是有兩間的 我們今天選擇這間就是在古城邊皮的 可以走進去古城的,比較方便 為什麼選擇在這裏呢 因為它一下車到步,下車就是了 你推進來就是了 如果在古城裏面 它下車可能要推很久 港澳居民不可以 港澳居民不可以 即是胡亂證不可以 但這個就可以登記 我拿錯了給你 我拿錯了 多斯拉大投卡拿了個身份證 香港身份證去登記 你當然是說不可以 你拿錯了 你拿錯了 他拿錯了,真是大頭蝦 我已經覺得奇怪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要提醒大家 國內有一些酒店 譬如很新的 它未曾拿到那個批文 它是不接待港澳居民的 你訂酒店那時候 你要留意它有些條款細則 它有寫的,你要看的 這間我看過是可以的 香港的回鄉證可以入住的 這個是我們自己做的工作 我來打 給你一個攻略 是一個攻略,挺好的 這個酒店挺摩心的 送一個攻略,寫下了 酒店附近,開圓路 西馬路,排方街附近 有地址 還有開放時間 做得不錯 可以啊 他介紹的這些 一般都是網紅出名的 之前住的一間EBC是300多元 這間大床房都600元 三床就700多元 相對是貴的 因為沒辦法地理近 但它方便,交通方便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特意多住一間 給你們多一個選擇 上次我們做的一間 就要打滴滴 十幾分鐘 那就沒那麼走腳 而這間是可以走到古城 不用坐車,走下去就行了 或者走累後回來休息 一會再下去 你最想的這件事 是的,多瑟拉很喜歡中午 說回來休息一下 有時候買了東西不想抽 就放下它 回來放下再去 行過 對呀,最重要是這件事 請買這些東西 你不要來抽一天 天天抽到晚上的東西 對呀,我買了沙茶醬 有時候一瓶一瓶的那些重 是的 好,我們上去吧 它就給了一個非吸煙流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點讚、訂閱和分享 因為你們的支持 是我們創作最大的動力 好,又做了酒店房開箱的時間 好緊張 先開門 我們要一個大床房 比較小的 來,我們看看吧 600元的房 房間有兩個原因 第一,它近潮州古城 第二個原因就是 現在暑假 檢查一下床房間乾不乾淨 這張就真的有換床單 哈哈哈哈 窗外風景如何 對著民居 它的風景是向著民居 好呀,安靜一點 向著民居安靜一點 對呀,向著馬路吵一點 現在它這裏是有一部 智能聲控的 那你可以跟它說的了 新冷氣怎麼開呀? 這裡開嗎? 試一下叫它小道開吧 你講得好一點 我怕它 吐雞我不知道它講什麼 收到,收到 我正 開空調 伊達開空調 嘩,聽到嗎? 你叫小道做事就行了 不用擔心 如果小道不聽話 你都可以手動控制 這個小道小道還可以做很多事 我們試一下可不可以聽歌呀 小道小道 我在呀 我想聽張雪友的歌 嗯啊 張雪友的餓老傳說來了 哦 有了有了 小道小道 早餐在哪裡 酒店早餐在酒店二樓 開放時間是早上七點到上午十點 小道小道 在哪 今天聽吃怎麼樣 朝著今天正宇轉多久 可以呀 可以呀 你這樣的覺語都聽得懂 哈哈哈哈 不會聽到別的東西 我自己都聽不懂的覺語 是啊 我自己都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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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現在睡了上床 又不想起床 又不想起床 關燈 那怎麼辦呢 不可以試一下這樣叫 是啊 是啊 叫一下 小道小道 我自己 請關燈 以關閉燈 真的挺方便 是啊 三日可以 是啊 半夜起床 去廁所了 小道小道 請開燈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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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窗簾都可能可以試一下 小道小道 關窗簾 一關閉窗簾 洗手盆在外面 洗手盆在外面 這是你最喜歡的設計 你最喜歡把洗手盆在外面 你感覺乾淨一點 在浴室的浴室會髒一點 浴室的廁所 是啊 有味的 有很多裙子 是啊 一點點色色 沒有日本那麼小 大過日本 大過日本 日本的膠囊廁所 是啊 這個是有個馬桶 這邊就是花灑 下水道都沒有味 如果一些年代久遠一點的酒店 它經常會有些下水道的反味 非常好 地板地 還有雪櫃 有雪櫃 這裏 這裏 太慢了 是啊 打開看看 開不開得可 昨晚的雪櫃鎖住 開得可 我們現在去吃午餐 對 我們上次過年的時候 吃不到牛肉果條 現在是吃 對 老美鎮紀老美牛雜 對 我們現在去把上次的遺憾保回來 好 幸好今天不是假期 沒有那麼多人 由這間吉子酒店走出來 走到這個扣齒故子 這個路口 在這個路口 我們轉進去 這個位置轉進去 走到最尾的造行 有一個位置出口 就是古城 要走多久 五分鐘左右 造行回來的時候 看到造行的造行 走回來 就是酒店 找造行走回來就可以了 是啊 好 來講一下大陸的酒店訂房 因為很多朋友都問我 大陸的酒店是怎樣訂的 其實很多訂房網都可以做到 但是我個人就比較喜歡用攜程 因為是直接大陸的酒店訂房網來的 不過香港的Pay Store都可以下載得到它的APP 你下載完 做一個登記 它可以訂酒店 機票 火車票 和買門票 現在你試試訂房 點進去酒店 填回城市和你想要訂房的位置 簡選日期 17-18號 查詢 這樣就出了很多你想要查詢 譬如潮州古城附近的酒店 每一間酒店左上角都有一個評分 當然選高分的比較好 我今次訂的就是吉子酒店 吉子酒店有兩間 一間要坐車 而我訂的這間就是淘寶可以去到潮州古城 看看你想訂哪間 它的大床房是554元 商床房705元 家庭房855元 選好房間之後 訂房 填回個人資料 電話、電郵 去支付 支付這裡 你可以選擇用信用卡 或者國內的微信支付寶 用人民幣支付 留意這裡我們看到有8月17號可以免費取消 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回到前一頁訂房這裡 見到它寫著 入住當天12點前可以免費取消 這樣就好了 如果有什麼改變行程或者來不到 都可以拿回房費 要留意的是 每間酒店的條款都不同 有些是當天6點前 有些當天12點前 有些是早一天的6點前 甚至有些是完全不能退房 不可以拿回房 所以你要留意 最後 我要提醒你必須要留意這一點 如果不是 你訂了房 給了錢 去到都給不到房 你 例如這間漢庭酒店 在這個量點設施這個部分 我們點進去 基本上這裏就是講酒店的設施 和酒店的政策 我們滾下去 看看它的酒店政策 原來它僅可以接納中國內地身份證的客人 即是我們這些持有回鄉證的 是不可以入住的 因為它接納外地人入住的條件 未曾批出來 記得留意這部分 不是去到沒有房住你就大件事了 今集就到這裏 下集再見 拜拜